的重要标志,俄方将认真落实 双方能源领域合作已经达到很高水平 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发展电力、核能等领域有关合作 两国海关应该积极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 俄方希望继续同中方加强环保、移民等领域合作 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有利于经济复苏 俄方愿同中方就国际金融合作加强协调 梅德韦杰夫表示,新疆事务完全属于中国内部事务 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能干涉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问题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国家主席胡锦涛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会见韩国总统李明博 胡锦涛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韩国的关系 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 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扩大互利合作 不断丰富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为东北亚和平稳定繁荣做出贡献 胡锦涛指出,今年是中韩日合作10周年 10年来,中韩日已建立了面向未来开展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 今年10月10号将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中韩日领导人会议 中方愿同韩日加强沟通和协调 推动本次会议取得新的成果,提高整体合作水平 胡锦涛强调,近来东北亚局势有所缓和 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推动形势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争取使朝核问题,尽快重回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 中方愿继续同韩方一道,为实现半岛无核化 维护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李明博表示,韩中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韩方愿同中方密切合作,使韩中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他表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对促进韩中经贸关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的讲话 体现了中方的积极立场,得到世界各国高度评价 韩方愿同中方,就地区和全球问题加强协调和合作 李明博表示,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 韩方对此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感谢 愿同中方继续保持沟通和合作 随着亚洲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 韩中日要加强紧密合作关系 王岐山,令计划,王沪宁,戴炳国等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外交部的发言人江瑜今天就俄罗斯 你向中国出租弗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不时报道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到,近日有俄罗斯的美国